慧珠聽說武漢肺炎之後 老公有拜託你一件事 對 其實有一天晚上 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老公就語重心長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現在去東京 然後照顧你女兒 我心裡想說 現在大家都勸人家不要去日本 他們叫我去東京 是叫我去送死 所以我就覺得是什麼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 你老公是會出一千萬那個嗎 我不知道 可能要看 我心臟不好的時候 後來都不到兩分鐘的時候 我女兒就傳來一個這個照片 說那個日本人在把那個衛生紙 衛生紙跟衛生棉都搶光了 對 因為你知道 日本喔 對 因為衛生棉的材料 是跟口罩材料是一樣的 對 所以就是說 他那個大排都搶光 然後我就跟我女兒說 因為我老公愛女心切 因為女兒是上輩子的情人 我就輸人家 我只是這輩子而已 你知道你輸他喔 對啊 所以他應該叫我去日本 腦筋很清楚了 對 後來我女兒 我女兒也是護媽心切 這個女兒沒有白癢 她說你不要來 現在日本很恐怖 因為買不到衛生紙 買不到口罩 然後那個 而且她說那個電車 因為你知道我們日本 你有去過東京 你知道那都人幾人嘛 然後電車就是 她說日本人還是不戴口罩 那有人在那邊 已經咳得要死了 她說還是不戴 所以她說 其實他們也是覺得很恐怖 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日本的早上的上班 你大概七點鐘左右去做那一班 要派人推 夭壽喔 那裡 然後背靠背 因為你不趕快上去 等下一班 你會上班會遲到 大家就 那個 一窩蜂 那個車站的人會幫你塞 塞進去 所以那個是 非常近距離的接觸 如果你沒有戴口罩 你又咳嗽 我說實話 你起床如果說 我剛從武漢港回來 然後一直咳 我保證你有話 我女兒說現在你在日本 你如果講 因為我們如果不講話 其實也分不清 我們日本人 還是中國人 那個他說 如果現在你一講國語 大家就會看你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有警覺到了 然後可是日本人很喜歡 像我 那我們就講台語 台語 那就是非日語 他就知道你是 現在不是有那個徽章 I am Taiwanese 有日文版 跟英文版 中英 對 那像現在我 那所以那一天講完之後 那我兒子 他又 因為我們有一個群組 我要加入討論 他說他們之前 那個口罩都還買得到 就現在他在Amazon看 他說之前Amazon 一百二十五個口罩 現在已經要賣到 兩百二十塊美金了 所以一個大概兩塊美金 對 其實我兩塊美金就六十塊台幣了 我二月十八號 剛從法國回來 然後我在 我去滑雪 然後我朋友也是都 在台灣都很緊張 叫我交代 我一定要買口罩 結果後來我本來也有買不到 後來我就走到那個 法國的那個 那個pharmacy進去 我說說有沒有賣口罩 藥妝店 藥妝店 然後他說你要幾個 我就嚇死 不是大家都說買不到口罩嗎 我就說那你有幾 他說我用一盒有沒有 他說他們都一個一個賣 然後他說一個是五十 五十線歐元 所以大概十幾塊嘛 十幾塊 那所以一盒都二十幾塊歐元 所以大概七百多塊 就我 我馬上就有人叫我要幫他們帶 他說這個划算 因為你去排隊要排兩個小時 所以他們都叫我要幫他買 所以 那我就問那個 那個藥妝店 我說那你們有調高價錢嗎 他說其實他們平常就是這個價錢 然後他們也沒有調高 不過那個是二月十八號 因為後來 那個整個疫情又增加了 所以也不曉得說到底有沒有